最近老是有些人私信我 说阿龙啊 你今天开了什么车 凯迪拉克吗 我说不是 但是我可以隆重的告诉大家 今天 搞点逼格的事情 小小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阿龙 犯车了 犯了什么车 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 随着我的镜头 Let's go 车已经买好了 我兄弟的啊 我兄弟送给我一辆宝马 哈 我在考虑接不接受 其实前两天就给我买了 但是怎么说呢 低调嘛 低调一下啊 我再看一下啊 不想啊 你要说有什么功能 说句实话我不太懂 为什么呢 因为开车买车嘛 就是自己感觉舒服就行 我来感受一下 我来感受一下 你不喜不喜 开的录虎是不一样的 还不让我回去 这是什么人啊 一直要换录虎 不然他觉得他很衰 火马擦车 终于开得起跑马车了 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下 车不是我的 我朋友的 前两天买的 刚好今天他请我吃饭 然后拍一下 他问我什么时候换车 说句实话我很想换 但是实力不允许 我开一下装个逼 装个逼而已 我这个朋友为人非常低调 我说给他上个照 他都不干 那就算了 就回去吃饭了 来再体验一下 不懂我也不懂 就简单给大家拍一下 也就这玩意我看舒服 其他的我感觉都差不多吧 不知道阿龙啥事都买得起跑马 其实我挺喜欢博马擦五的 不过那个 需要这个 这几年手头都紧 而且声音又来 只能说加油 2.0体的车我刚刚开了一下还不错 如果我有票子 我也准备翻个车 我那车也太好油了 换个什么样的车 特别省油的那种 10万块钱以下 我觉得可以翻这这类车 车只是个代步的 对我来说 有的人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说 但是 站在我的立场 如果我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 那我肯定要翻好 比较少许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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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借我老板的车出去 泡泡牛可以啊 绝对ok的 但是我没有借人家车的习惯 好了 饭已经吃过了 然后我朋友把我送回来了 现在他也回去了 然后刚刚再去吃了点饭 由于我那朋友比较低调 为人非常低调 不要让我拍他 那就算了 我那朋友也是我同学 这两年发家的特别快 前去年刚买的那个叫什么车 刚刚把它换了 又换了两宝马擦衫 因为这个宝马擦衫一些东西啊 因为我这人对车没有什么研究 我也不太懂 就是去吃个饭 顺便拍个视频 好吧 因为他也说了 下次也要开车 直接拿过去开 但是我这人有个 这个习惯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不是我的东西再好 我都不喜欢去借人家的 我就感受一下 好吧 这集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喜欢阿龙呢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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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